又不是个男的,男的一母起来,四十岁基本上就完蛋了,谁说啊,男的科学七八十岁,女的四十岁就没有了,你问他自己,这女的都在这个地方,你都胡说,你自己老公现在都大了,你都说实话,能不能做你了,大年一母起来,我们是三十年不做了,你三十年都不做了,你老公早就不行了,你老公现在都大了,我们生后小孩们就不做了,工作都来不及呢,只能说你老公不行,工作都累死了,这不是主要原因, 是你老公因老公,你老公的七八不行,这是最主要的原因,你但凡能行的人,他自己就硬起来了,不做你都不行,你我不是说那好,你问你这个不对,也对,你好好的一个人,他就说的很有道理,特别是二十岁的时候,那男的我跟你讲,一个晚上都那么,你不做他,他就是做你,他硬要做你呢,你现在是最帅的老公,一个晚上做多少啊,那男的,正常男的,一个晚上都六七次,六七次,一七次冷了,那明天就二十岁的男的,一二十岁的,十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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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八到二十岁的男的,真的,他过了那几年就不行,他就黄金时期就这,十八,十六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是最黄金时期的,我们这里十六岁还在读书呢,十八岁还在读书呢,十八岁还在读书呢,你现在二十五六岁呢,读书呢,那古代的人都是十三岁就结婚了,为啥,因为古代人现在是什么时代啊,我知道,但是你这几八行了呗,你说,你说,你这几八不能说,几八不能做啊,给的,我说真心话,你这都是你给自己找,找两个人在读书呢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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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, 他说,你呢,我都有道理了,他说,你说的话很有道理,你呢,本来就是这样的嘛,你问医生去,这都是医学让的东西,就是啊,你呢,自己为难自己的身体干啥,我回家我哭去了,我,你呢,做做爱,我给你讲,你的皮肤什么东西,人光焕发的,那整个人的,你这个皮肤这么好,肯定就是那个,我做爱做的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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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做的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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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 就是我身体需要的时候吧,如果你要不做的话,你身体需要的时候,你不做的时候,而且你看他掰也没有的,你上多掰哦,你得看,我们做什么,我们都是黄了也婆了,好吧,你不用说,如果你比如说你身体需要的时候,你不做,你容易发脾气的,你说越迎来之前,你总是容易发脾气,为什么,因为你没有发泄,如果你老公做了你之后,你就不会无缘故的生气了,含糟了,